应该处理的病例当中比较多啊 小朋友来了不少 而且小朋友的硬菜也挺多 开场呢是一个儿童叮咛声色 看上去好像很容易啊 其实前提是儿童能够很好的配合 良好的配合 这个东西真没办法说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啊 这个儿童的这个反应千差万别 有的孩子根本就不让碰啊 还没干什么呢就连哭带喊的 我放第一个呢 因为之前是第一个呢 以前放我很多啊 今天处理很容易 其实是做一个对比啊 就是用来看这个 儿童的叮咛声色和外道胆指流 像这个现在这个病例呢 就不是普通的这个叮咛了啊 刚开始看上去好像还像 你猛一看跟叮咛差不多啊 信气试了一下呢 又比较的硬 信气吸不动啊 所以还在使用勾支 这个孩子的也是 今天来的只有一个孩子啊 只有一个孩子的 一侧耳朵没清理掉 确实不配合 那就不强求了啊 呼闹的厉害 这孩子啊 大概这个第二 第一个病例我记不清了 这个病例大概有六岁吧 沃尔道呢 已经接近于成人的宽度了啊 清理到这个边的时候 就发现啊 明显的有一层白色的这种 脚发层啊 这个跟普通的叮咛就不一样了 大家看过很多 这个前面的干性的叮咛啊 牛肉干啊 这一类枣糊啊 就可以看出来啊 沃尔道胆指流 跟普通的叮咛区别就在于 它最外层啊 它中间的芯都差不多啊 其实都是这些叮咛的东西 但是呢 外层啊 这有一层明显的 白色的角化 或者叫上皮层 而且呢 还有一个就是 沃尔道的形态明显是不一样啊 叮咛双色 你不管堵的时间有多长 有多大啊 它这个沃尔道形态是不会变的 但是呢 这个胆指流就不一样啊 胆指流会把沃尔道挤压膨胀啊 就出现一种扩大 骨骼都会有改变啊 沃尔道的皮肤 特别是成年人 儿童相对还好一点啊 儿童因为可能 毕竟是时间短 成年人 有些沃尔道胆指流 那个皮烂的是一塌糊涂 上面那个 上周 我看看是 就这周啊 做的一粒 周二做的啊 周二做的一个 外尔道淡指流 当时是全日麻醉进去的 打开的时候 那个外尔道后臂 有一层皮都没了 就骨头在那露着 这种后期呢 外尔道的扇皮修复啊 会逐渐爬上去 还是孩子 这个孩子都还是窄 这个外尔道的底壁 也明显的有破坏啊 这个 这个儿童同样你看这是六岁啊 还有六岁的孩子就别说是胆指流了 叮咛都不让碰 因人而以 这个没办法 这是个人的事啊 说过很多次了 不能强求 不能说人家孩子行 你孩子可未必能扛得住啊 必须要保证稳定的这种 配合 你来回移动 那根本按不住啊 这个病例的 这个病例属于一个早期吧 毕竟年纪还小啊 早期的一个外尔道胆指流 它的中心部分啊 定名是还比较松散 不是特别硬 外周的这个脚发层比较薄 不像有一些那个 真的像一层皮革一样 勾住了能整个拽出来 感觉像把脑子给勾出来 是那种 它还没到那程度 但是已经明显有符合 胆指流的这个特点了 今天的大人小孩 来了好几个啊 这个外尔道胆指流 镜头有点脏啊 擦一擦 这孩子而且是双耳 天赋一柄 没办法 这跟家长套不套没关系 这就是天生就撞上了 所以这个外尔道胆指流呢 有一个可能的形成因素 就是叮咛叹色 但是这两个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前后因果关系 叮咛叹色的人很多 真正最后形成外尔道胆指流的相对就少多了 这两个发病率差的特别多 我有时候你看我的门诊 有时候经常可能是一两周一个外尔道胆指流见不到 因为到我这来看的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 都外尔道有问题 那就可想而知 很多那个普通门诊 那他多长时间会撞到一个呢 我以前出普通门诊的印象应该是一年会碰到几粒 这种外尔道胆指流 现在呢 差不多平均一两周就应该有 有时候啊 一周还来好几个 还炸堆 今天这个就是这样 清理的大部分 这个东西需要勾枝啊 钳子啊 信气三种工具的这种配合啊 单独一个都没办法完成操作 越往深处啊 这个器械操作的难度就越大 总体来说这孩子还不错啊 以后需要定期的复查 每年弄一次 哎呀 今天白天真是累坏了 昨天对 昨天还看了小半场球啊 德国的 看双方的闷战就感觉有些不妙啊 后来太晚了就没再看 看了上半场 结果早晨起来一看 德国居然被干掉了 哎呀 好这个就基本上清理了 可以看出来这个 万尔道被胆脂瘤 突破 被挤压破坏的这种形态 这个已经接近于成年了 还好啊 这个皮肤没有破损 成人的万尔道胆脂瘤 经常是破的细里哗啦 儿童呢 去年碰到过一里 去年春节的时候吧 当时在春节前吧 三十 一个内蒙的小男孩 当时十来岁 血乌子辣的 最后清理完了 后来再回来复查还不错啊 这个孩子最后在骨膜表面都有 我很少会在孩子的骨膜表面做操作啊 因为这个儿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这个孩子还不错表现的啊 所以最后试一试 你看最后在骨膜表面还生一点这个胆脂瘤的上皮啊 生的不多 这个非常的危险 最后很薄的一层 就不再去刻意的强求啊 最后这点通过第二剂一点点要给它洗下来吧 强接的话 骨膜针可能会破啊 已经非常薄了 好 剩下的交给第二剂去清洗 小伙子已经表现的非常的棒了 刚才是这个小朋友的右耳啊 现在转到他的左耳 外观看上去跟那边好像差不多啊 也是最外侧是这种叮咛啊 至于他像什么 大家自己可以想 枣灵啊 豆沙呀 好像都是这样 什么更偏向于枣灵啊 心气把他一点点往外做啊 孩子毕竟这个外耳道虽然接近于承认 但是跟承认的外耳道还是有差距啊 这个心气呢只能用这种口径比较细的太粗的话 一个是很难进去啊 进去了以后容易刺激产生疼痛 小伙子表现很勇敢啊 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孩子能够很好的配合啊 还有一个就是需要有良好的设备啊 这个耳内镜的设备 然后像这种负压的吸引器啊 一些耳克操作的勾针啊 小钳子呀 这两套这两方面因素都必不可少啊 孩子再能忍你手里没东西也白搭 这边已经也有一层那个脚滑层了 但是外耳道形态呢 还没有向内侧啊被挤压膨胀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呃我们周末会再加一起 因为这一月 时期的任务还没完成啊 跟同条签约是要做做满时期 好谢谢大家收看啊 最后要检查一次 对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小孩啊 好吗 好吗